觀眾朋友 你好 究竟是叫做狼獅右肩 還是真的是兩情相悅 林應涵事件 一名非常有名的作家 年輕的作家 不幸去世的事情 誘發了非常大的社會高度 關注 爭議以及憤怒 補習班老師誠心 涉及所謂的右肩 其實右肩不是一個法律用語 或許我們叫做利用權勢性交 而導致一名女性作家 不幸走上絕路這件事情 昨天臺南地檢署偵查終結 最後的決定是不起訴 不起訴的理由是 查無任何的罪證 有關於利用權勢性交 有關於跟十六歲以下的人 性交 以及其他的這些處罰的這些罪證 真的查無罪證嗎 補習班老師真的沒有任何的詮釋嗎 這是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 師生戀 師生戀在臺灣是非常平常的事情 可是當這樣子一個老師在課堂上 不管是學校裡面或是在補習班裡面 用他的一個所謂的專業的形象 也許他很幽默 也許他長得很帥 也許是女孩子很喜歡的那種類型 而發生的那樣子的關係時候 真的無法可管嗎 如果是無法可管 那又該怎麼辦呢 今天從昨天難檢不起訴誠心 我們再來談一談所謂的狼屍 在校園在補習班 我們該用什麼樣的面對 來用什麼樣的制度來去改變 好好來談這個題目 介紹五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立法委員 由美女 由委員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我們在校園是東吳大學 健康系諮商中心的主任 姚淑文耀老師 各位觀眾大家好 婦女新知法律部的主任 秦濟方 秦主任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律師舒嘉鴻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作家江銀瑤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先來看看昨天難檢不起訴誠心 當然又再度引發高度的爭議 女作家林毅涵之死 她與補教名師陳國新 是失真戀還是性侵案 台南地檢署22號表示 因具體犯罪事證不足 陳國新或不起訴處分 台南地檢署就民眾告發 陳某涉嫌妨礙性自主等案件 夜經假官偵查終結 認為無具體犯罪事證 為不起訴處分 這件全國矚目的案件 從林毅涵在今年4月間 尋短後引爆 南檢調查指出 陳國新是在2009年 林毅涵畢業後開始交往 根據時間推判兩人首次發生性關係 是在2009年8月11日 當時林已經滿16歲 因此陳國新並沒有觸犯刑法227條 與未滿16歲女子性交罪 且當時兩人已無失聲關係 所以沒有觸犯刑法第228條 利用權勢性交罪 而林毅涵家屬征訊時 表明不願提出告訴 因此林毅涵家屬依法沒有在意權 陳某並不是靈女就讀學校的老師 他對於學校的成績 並沒有一個平等的職權 他只是一個補習班的單科老師 所以從這幾點來看 還有實務見解來看 也很難認定說 陳某有任何利用詮釋之可能 南檢對照林毅涵小說原稿 表示內容未見描述任何強制之情節 認為小說房思琦的初戀樂園 描述內容是否確然屬實 顯值斟酌 經過一百一十三天抽絲剝繭 林毅涵父母也一再表示 不願提告 檢方最後已不起訴責結 記者溫正恆台南報導 我們來看看昨天南檢的不起訴 理由到底是什麼 第一個有關於刑法第227條 依三項跟未滿14歲 或是16歲的女子性交罪 所以南檢去查 而且陳欣自己提供的通聯機率說 我跟他打電話呢 都是他在高中畢業之後 那也就是說呢 根本當他跟他認識的時候 林毅涵早就超過16歲了 所以這一條其實 真的沒什麼爭議了 除非說這個證據是錯誤的 否則呢真的是早就超過16歲 所以刑法227條一到三項呢 是完全不構成 爭議最大的是在這邊 刑法228條第一項 用詮釋或機會為之性交 南檢的檢察官說 陳欣對於林毅涵 在學校的成績 還有之後他要去參加學測 沒有任何的決定權柄 而查沒有證據呢 說林毅涵在補習班上課的時候呢 跟陳與林女有性交的行為 然後98年6月補習班課程結束之後 雙方已經不再具有師生關係 而是在98年8月 雙方是最有可能發生 第一次性交的時間 兩個問題先請教委員 第一個您對昨天南檢 不起訴陳欣你的看法 第二個最最最大的關鍵是 南檢認為補習班老師 沒有權力去幫學生 打在校成績 沒有權力去控制 學生的學稱成績 因此完全不構成 利用詮釋性交 我想這個林毅涵 這個事件呢 其實也讓我們看到性侵害案件的一個困境 因為性侵害案件 他的一個這個所謂的證據 舉證本來就是很困難 因為通常他不會有直接的證據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本件不起訴 只能夠講說 因為證據不足 那證據不足是因為第一個人已經走了 第二個就是說他的家長 就是林毅涵的父母也不願意把他的日記所有的這些東西呈現出來 所以呢對於這個事實 因為性侵害的案件 其實最重要的是當時的事實是怎麼樣 是 所以這些的事實不是那麼的清楚 因為這裡一定要去建構一個事實 所以檢察官只能夠說 從所有的告發人 所檢舉的 這當然我們也知道說 檢察官是非常的認真 從各種的告發 然後各種的蛛絲馬跡去求證 那當然在這樣的結果 他是覺得說是證據不足 所以證據不足 當然就是依照所謂的這個無罪推定的原則 當然他是沒有辦法起訴 可是這裡是不是就是說 所有的狼屍 因為這樣子 所以所有的狼屍都沒事 我想應該不是這樣子 應該要去看的是說 今天如果林毅涵在 他所陳述的事實 可能就不會只是 因為我們會看到說 在這個所謂的性侵害 尤其這種所謂 因為以往對於性侵害的 大家的想像 都是對於陌生人的 所以這種有所謂的典型的加害人 跟典型的被害者 典型的被害者 就是當我看到一個陌生人 他對我性侵我會尖叫會逃 會在第一個時間 跑到警察局去報案會 會去跟別人訴說 跟說我今天是一個熟識的 我們知道說現在的性侵害 百分之七十 幾乎都是熟識的性侵 尤其是這種有有權 這個所謂的同事 或是網友或是男女朋友 或是這種所謂的師長等等 那在這種情形之下 你可能會礙於工作的關係 礙於學業的關係 礙於各種的情況 你不敢去喊叫 或是極力的去抵抗 你會想要用你的方式 能夠去脫身 因為你並不想要把他弄到 真的是很僵 因為你好好活下去 你還要繼續那樣的一個關係 在這個關係 可能是父母子女的關係 可能是師長學生的關係 可能是情侶的關係 可能是同事的關係等等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你即使發生這些事情 你為了要活下去 為了你的面子 你有可能不不張揚 你只是希望說 這件事情不要再發生 所以當他過了之後 以後事後 你再來看這件事情 你可能越想越去 而且你可能開始噩夢連連 當你想要回過頭來 要所謂的尋求法律上的 一個救濟的時候 因為時間已經過去了 你可能沒有任何的證據留下來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你說因為沒有任何的證據 所以事情就沒有發生 所以就不構成所謂的權勢性交 或是所謂不構成所謂的性侵害 我想法律上能不能把他訴諸於罪 跟說這件事情到底有沒有發生 到底有沒有構成 我想是兩件兩件事情 所以今天我們要就法論法的話 當然就是他的證據是不足 所以檢察官不起訴 但是我們今天其實面對的一個困境 也就是說 對於所有這些的熟識的性侵 甚至包括這種權勢的 這個所謂的權勢的性侵的這樣的一個案件 我們整個一個財政 或是我們對於這個部分 我們的性別的觀點 對不對 所謂的權勢 是不是只有剛剛所講的 我給你打成績 或是只是參加學測 我能不能決定 這樣子才叫做權勢 還是說裡面我們這樣講說權力就是一種春藥 對不對 當我今天是在上位者 今天當我是一個powerful 我是有詮釋的人 我可能我就可以下面有很多對我崇拜的人 那今天人家對你的崇拜 你是不是可以利用這樣的崇拜 他只是只是仰慕你想要跟你進一步的交往 但是他沒有想要跟你上床 但是你利用這樣一個機會 利用他的不懂 利用他的年輕 利用他對你的你的仰慕 然後對他上下其手 那你說這樣子 不叫做權勢性侵嘛 這也是賴清德台南市長所說的或許 誠心可以逍遙法外 但是賴清德說如果有因果的話 這件事應該會有報應 可是報應這件事 我們大概很難在這邊談 我們要談的恐怕是說 因為林一涵這個事情是比較特殊的 第一個是他時間已經很久了 第二個是說受害人 當事人已經去世了 所以無法再提供更多有利的證據 所以這件事並不是在鼓勵人師 而是說只要第一個 有任何證據證明強暴脅迫 那就是強制性交罪 那就是重罪 有任何證據說 你利用權勢 然後去逞你的受益的話 這也完全構成這個罪行 可是因為這個案子稍微特殊一點點 再加上家人不願意再把這樣的事情 再次的讓自己受傷 可是我先請教一下請主任 我們恐怕在這件事情 需要再討論一下 什麼叫做利用權勢 在南檢檢察官的心裡面 他認為說除非啦 你是高中的老師 導師 或是科任老師 你可以打他的成績 因為你的在校成績 會影響到推增 會影響到他要考大學 或者是說影響到他的整個學習的成績 所以這有權勢關係 可是補習班老師就是在外面補習嘛 你補習班如果成績每次都考一百分 跟你要不要念大學也沒有必然的關係 所以不構成利用權勢性交 應該這麼說 我們從婦女團體做 在推動的民國八十八年以後的修法 利用教育 醫療照顧等等的機會 他這樣的 有時候 他這樣利用這樣的壓力 讓於讓這個受害者這一方 他是不得不服從他 或者是他很難抗拒 利用這樣的一個機會 其實就會構成 那麼南檢說到補習班的這個標準 其實我們還是覺得有一點點問題 當然補習班的太陽非常多 有的人是學的是鋼琴 有的人學的是才藝 可是我們也發現 現在來自於多元的 進入學校的 不是只有學測這個標準 所以很多人他參加的才藝班 甚至是科學班 其實這些老師對他的學習 跟未來是有影響的 所以也不是只有單單說 能不能打分數 作為這樣的標準 我們認為如果只是用 是不是能夠影響他的學業成績 來作為這個 能不能讓他影響 他可以畢業啦 在班上的排名 作為是不是構成權 是我們覺得這件事情是有問題的 因為的確在很多的孩子 特別是國高中 他們本身對於老師其實就有莫名的 覺得要有服從 要有配合的 甚至是覺得他的學習 是跟這個老師的指導是非常非常有關聯性的 因此在這個狀況中 他是不容易長出能力去反抗老師 或者是拒絕老師的要求 我們覺得難解這樣的過度的 可能這樣這個標準 又讓這個犯罪可以成立 有一點點過於嚴格 事實上兩者的關係是很難 只有用分數這件事就可以決定 但難道我們要推陳是 不管你是學校的老師 不管你是教國文英文數學的補習班老師 不管你是教跆拳道的 教武術的 教鋼琴的 乃至於教下棋的 教畫畫的老師 只要你一旦發生性關係 這就構成了利用全市新疆 我們要擴大成這樣子 當然不是啊 所以但是我們會覺得是 在這樣一個學習的狀況跟脈絡裡 是否對另外一方形成了足夠的壓力 我們當然認為 並不是所有的關係刑法都要管 都要判斷 但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我們也要給予一些保護是 當這個孩子是在這個情境當中 他是很難去抗拒的時候 我們就要判斷他的這個權勢 是不是一個我們覺得 他是要非難責備的這樣一個評價 是因為你利用了這樣一個對孩子施壓 利用他必須服從你監督的機會 而去對孩子做性情跟猥褻的動作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至少檢察官在這部分 他需要再多一點的判斷 而不是只有說有沒有用分數可以影響 他的學業或者是畢業 就做唯一的標準 但這樣子的標準會不會太過於模糊 在法律認定上 你很難認定什麼叫做利用權勢 除非說你有很明顯的一個對價關係 你如果不服從我就要怎麼樣 你如果服從我就可以怎麼樣 除非你有很明確的這個叫做對價關係 否則你真的能夠去一個標準 清晰的一個定義出來嗎 至少在很多到現在 等一下蘇律師也可以講 其實我們最主要看非常多幾次的判決 法院的認定還是根據這樣的一個詮釋 是不是造成被害人 他難以拒絕 他是利用一個權力跟壓迫 導致於被害人不得不配合 不得很難去抗拒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我們並不是要求所有的老師 都要在這件事情上 所有的補習班都納進來 而是我們必須要 我覺得檢察官跟審檢雙方 他其實對於這兩個人在這個 特別是這個受害者被害人 他在這個情境裡面 他是是不是真的受到了壓迫 這樣的一個壓力 而這個壓力當然會根據社會的 一般的通念來判斷 他是不是構成 我們會希望不要只狹隘的定在分數而已 我們希望多一點點的考慮 但是也並不是意味著 我們主張要把所有的補習班都納進來 林老師你的看法 這樣子 我覺得是說 其實剛剛請主任這邊特別講了 當我們今天把補習班認為 他只是一個學校體制之外的一個補習 所以他不應該有權力的關係 可是其實我們忽略了 第一個在一個青少年 他青春期成長過程當中 我基於他是師長上的一個崇拜 這樣子的一個崇拜的過程當中 他其實並沒有考量 我是校內跟校外足以影響到我的成績 更何況今天來講的話 其實以靈性女作家本身來講 他的成績是優秀的 但是你因為利用我對你的崇拜 而你忽略你為人師表本身應該 擁有的這些權利 你沒有把他去阻止更更多的可能性的一個發展 而你反的去侵害他 更何況我必須講 今天對他關係 他有可能是一個威脅 有可能是賄賂的一個關係 所以如果我繼續用恐嚇威脅的話 我就足以到二二一條 已經不是其他的 是 所以我們在這裡面上來講的話 其實詮釋來講的話 他可能只是一個叫做接觸的平臺 是一個接觸之間的關係 當我今天當我引誘你讓你跟我其實發展出一個 若有情愫的一個關係的情況之後 其實我跟你之間的性關係 你怎麼認定哪一次是沒有所謂的強制性交存在 有可能在這過程當中 你怎麼會知道這小說裡面所說的情節 強迫口交的事件是沒有的 被害人他今天不會到外面跟別人談到說 我其實今天是被他強暴的 我今天介紹朋友給他出現 讓他認識 不代表我們兩個就是一定決然的一個交往的關係 我們看到很多的師生的議題裡面 他會要求被害人 其實如果你是有愛我的話 你可不可以寫下你對我的一個就是敢講 然後你寫信給我 讓我覺得證明你有多麼愛我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利用我的詮釋 我誘騙你 然後把我們之間兩個人 其實所發生的一個性行為 甚至強制性交行為都把它美化了 當你美化之後 哪一個被害人願意相信說 我今天是一個叫做被害人 我寧可接受我今天就是一個被疼愛的女人 如果我在這種今天處於一個 我如果是被害人 我極度陷入到一個被傷害恐懼的時候 跟我今天 如果我寧可相信欺騙自己 我今天其實是愛他的 我會選擇一個可以讓我過下去的理由 可是問題是我很多的精神情緒 其實我是矛盾的 我是很大壓力的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我如何不崩潰 所以我認為在這種事件當中 我單純的只是以在這裡面 他並沒有說這件事情而來表達 他沒有一個叫做所謂的強制性交 而也以表達這兩個之間 沒有直接的一個叫做影響他成績 做一個叫詮釋 真的是太狹隘 基本上來講的話 以一個補習班的名師 在一個補習班 這麼多人每個人都崇拜的情況之下 能夠跟老師沾上邊這件事情 或多或少 其實只要有手段 他就可以得到更多人的青睞 那姚老師我這樣請教你 如果你是檢察官或你是法官 你只要找到什麼東西 也許從林毅涵的閨蜜 講出什麼樣的一個證據 或是找到什麼樣的資料 你就可以去認定 他是構成利用詮釋性交 其實我覺得今天最大的一個問題是 很多人選擇不再說 第一個被害人已經沒辦法說 所以我沒有辦法今天 只是告訴大家 我真實的情況是如何 我會願意寫下一個非常慘痛 自己的經歷 而是屬於在這裡面的狀況嗎 所以我可能寧可用別人的名字 去美化他 然後另外我今天的加速 在處理面對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今天只是孩子 愛上一個叫做有婦之夫 為什麼今天會造成這麼大的一個創傷 當然後續有孩子死亡 可是問題是 在這過程當中 我為什麼選擇 因為那裡面有很多 其實可能連家長都難以被認定的事實 因為我不知道我怎麼去講 我也不曉得 他到底那個過程當中細緻到如何 所以有人選擇可能不講 可是在這裡面我覺得 你很難直接就說完全沒有任何詮釋 我覺得在很多 當今天我站在一個叫做偶像崇拜的情況之下 他都有可能 今天可能是一個藝人對一個叫做 他的所謂的一個粉絲 他有沒有可能也構成這樣子情形 他有沒有可能 所以我們現在又遇到一個困難了 至少也包括我在內 很難被說服說 陳欣沒有利用詮釋 否則林海岸不會走上那條路 就不會有那麼大的創傷 可是如果你是檢察官或是法官 你沒有辦法用理所當然來辦案 你要拿到很sorry的證據 那個東西會是什麼 那也許阿老師說大家都不講 問題是就是大家都不講嘛 好歹你又有人出來講 我就有證據辦他 問題是根本沒證據 所以這個案子要怎麼看 是我們對於利用詮釋性交的定義 太過於狹隘自我限縮 把自己的手腳打斷 還是說恐怕法的效力就是在這邊 我們再來看看 剛剛我們談到利用詮釋性交的證據 這些東西我們再來看看 其他難檢所查到的資料 難檢就是有關於強制性交 這部分還有刑法226條 有關於強制性交至被害人 羞憤自殺的這個罪行 難檢說98年林一涵寫房屍期 初戀樂園的更早的 那個原型的這個版本 就是叫初戀的時候 就說雙方合意的交往觀點 不過這也是說實在 有一點難檢難為 以及自己也自打嘴巴 然後你根本不應該去 從一個小說去辦案 然後你更不應該從小說去推定 有罪無罪 可是他說 那我因為人都走了 那我只能看他的小說 看小說也不是那麼寫 不是那麼容易 他說林一涵的閨蜜指出來 林跟陳親密生後 可是林從來沒說被性侵 醫療紀錄也沒有談到被性侵 而且林是在九十七年就有憂鬱症 九十八年的時候 第一次到台大醫院住院 診斷理由是陷入愛情 而不是被性侵 那只是說因為沒有 負得父母認同 在心理諮商的紀錄呢 提到被強迫 如果右肩就是一場戀愛 很滿意對方的這些慾望 內容彼此其意 就是前後都不容 所以很難去認定 就是被所謂的性侵 遺書是跟親友道別 決別也沒提到 所以很難認定 我想問還是回到剛剛 我們大概很難再去談 所謂的強制性交 因為沒有真正足夠的證據 然後呢 所謂的未滿十六歲 這件事情 也沒有足夠證據 我們大概能爭辯的 就是在利用詮釋 我們太過狹隘了嗎 對 其實利用詮釋 我認為要從法律的脈絡去思考 因為以前法院 就有一些判決 他就有做一些說明了 不然這個詮釋就變成說 他是監督跟服從關係 一定要很明顯的監督 跟服從關係 我舉個例子 法院一個判決 有一個舞蹈老師 他教很很好的舞蹈 他就開始男的老師 教那個女的學生 那人家就哇這個老師真棒 然後那個女的女的學生愛上他 就是我不知道是愛還是不是真的愛 但他們發生的性關係 性關係之後 之後就因為是合一的 他並沒有強迫 並沒有強迫 那就是在討論 到底有沒有強制 就是有沒有利用詮釋 去性交這問題 那最後判斷說 因為他就認為說 今天你去那邊學舞蹈才藝 你可以自由地離開 你可以去選擇 他也可以不去上課 所以他在某種程度上 好像就雖然他對於這老師是崇敬的 但是他不認為這是權勢 雖然甚至說 那個判決裡面解到說 那個女生啊 他寫說 為什麼跟他發生關係呢 我怕他生氣 你怕他生氣表示你就是 你就怕他 他這個高高在上者 可是法院會認為說 很不好意思 這個這個東西 仍然不足以建構出 他是一個權勢 是你心裡的作用 並不是屬於真正外觀上的一個權勢的壓力 所以在這個案子裡面 在法院很多的案子裡面 甚至還有些學徒的 他就會認為說 今天他必須要有一個 真正我對你一個控制力的狀況 才是個詮釋 那我我再舉個例子說 雖然剛剛討論說 聽起來這個個案 這個林毅涵的個案 看起來我們覺得是不太服氣 這個條文失誤要修正 可是如果修正大了 也會有些問題 大家回到一個實務面來看 有時候我們在看一個事情的時候 就要看到這個事情 如果我們今天有人真的人去告了 不管是誰去告一個老師 就說這個老師呢 他就跟我發生性關係 那可能 當然有可能是這個狼 是狼師 但也有可能是學生 跟他某種程度上有一些合一的關係 我們不去評價說這個發生性關係 到底好或不好 可是總會有一些狀況是 搞不好這個老師 他是他有的老師 這是真的很有魅力 學生主動去找他 也有這樣的情形 但是老師覺得說不好的情況下的話 那老師就會被這個綁架住了 所以我們在看一個法律條文說 永遠要去思考 我這條文一定不能讓他太擴散 也不能讓他太緊 才可以去適用 這是這個案子最難的地方 全市如果把他變到補習班老師 他就變成一支擴張下去 我所有補習班 甚至我來舉例 你說全市 我可以說 有沒有當兵都有 或者說今天這個做有一些特殊的這個團體 我們上下學長跟學弟 學長跟學妹 你沒有補充我今天我這個營隊 我就怎麼樣怎麼樣 他還是有個權力關係 就變成權力會一直擴張下去 不好意思 我們再回來一個觀點 今天我們在討論 是不是利用權勢性交 這個前提是雙方合議 我們兩個之間你情我願 發生關係了 可是對方是利用權勢去騙我 我認為這法律無法解決 這個法律不能用擴張解釋 去解決這問題 而是要另外的教育方法處理 因為法律只能針對最後的防線說 你今天利用我在 我是高中老師大學教授 我曾經有聽過一個案例 一個大學教授他就跟 這個我們去卡拉OK唱歌 我全班我都約 那個同學就去了 去 教授怎麼就你一個 他就奇怪 卡拉OK這麼大間裡面 就是他一個 教授開始就對他要開始默 但是我覺得這個同學反應很好 老師我要上廁所 他就說他要上廁所 尿頓逃過一劫 那當然最後他怕 我會不會被當掉 他其實很害怕 跟同學說 我會被當掉 還好 那個老師可能自覺理虧 也不敢當他 所以在這情況下 我倒是建議說 你說的那個老師 我好像認識 真的啊 可能是 如果有巧合 那就是雷同 這個是雷同 不一定是 所以說 我發現有一些案子 我們碰到之後 我都聽到是 都是用尿頓 我要去大便 上廁 不好意思我講的比較熟 可是幾乎 如果在這個 在現在 如果你能夠 在那時候提出說 尤其在全市的時候 很難老師說 不好意思 你不能給我去上廁所 大概不會 所以要逃掉 那再回來 我們討論這個案例裡面 你只要秉持的 他不是被強迫狀況下 而且如果他當然是 如果剛剛講大學教授 抱歉 他就會列 他就算是你合議 他也就是強 就是說利用全市 或這樣的機會去信 但往往的話 如果 今天如果他回去 今天他發生關係 他回去 他發現不對了 他覺得 老師好像 這次他故意 他覺得不舒服 他要有一個法律概念 真的 你如果可以的話 真的要去驗傷 因為通常你能夠讓定罪 都要有一個驗傷單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很多案例裡面是觸摸 破裂 或者撕裂很嚴重 因為通常是 因為他就變強迫 或者說今天他不是在意願狀況下 他他未必有反 未必是會反抗 可是會變成他有一些傷 會會佐證說 那天的狀況 並不是這麼的 所以其實這也是自我一個 保護的一個作用 就是說 當一旦發生那樣子事情的時候 就拜託 第一時間報警 然後去驗傷 至少要先驗傷 第二個還有個動作要做 要跟你的好朋友講 我發生這事情做怎麼樣 因為你當通常被害者的反應 他未必可以去報警 但他一定要跟他的好朋友講說 我那個老師 或我那個誰誰誰 這個同學將會幫助他 就是關鍵證人 關鍵證人 因為我們很難期待說 一個被害者說 我在那時候會抵抗 沒那回事 都回來的時候很難過 然後跟他講 然後同學未來就 他就當作有利的證人 不過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還是算是一個特殊的情形 但是因此如果要去指責難檢 恐怕也不太公平 是說第一個 剛剛我們談到的利用權勢 可是難檢也說 他們發生關係 其實是在補習班之後 所以當這個權力關係結束 當然還在 他是他前補習班的 這個是民師 但是就法律認定來講 如果這個關係結束了 你也更難構成所謂的利用權勢 可是我再請教一下印瑶姐 我們剛剛一直在談所謂的 利用權勢這一塊 也許我們回到那個脈絡 究竟一個女學生 當然男學生也可能 一個學生 不管是在學校 在補習班 在任何的一個學習才藝 或什麼樣的一個老師的那個情境下 所謂的權勢是什麼樣的關係 他處於什麼樣的狀態 其實這樣類似的案件 在這個社會上 從來沒有少發生過 他其實已經存在非常非常久 而且是據我所知 他不是很偶然的事情 他甚至在某些老師圈子裡 是很普遍的案件 所以縱觀這幾十年來 我從幾十年前 就聽過類似的事情很多 那我大概縱觀這些事件起來 整理出大概學生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當然是崇拜 非常崇拜你 然後才會覺得好像希望吸引你 或者希望你被我吸引 然後第二個階段就是 哇 我竟然雀屏中選 原來我是這麼特別的一個 大家都崇拜你 你選的是我 那會覺得好開心好幸福 我是那個最最特別的那個人 通常這樣的案件 在第三階段的時候 當他發現這個老師劈腿 很多很多的的例子都是 發現老師劈腿 他對很多學生 或是對其他的人 原來我不是最特別的那個 原來你對很多人這樣 或者是原來你沒有辦法 離開你太太之類的 他就發現說夢碎了 原來我並不像你所講的 那麼特別 那麼讓你忍不住 那麼的讓你無法自治 所以當他夢碎以後 他就反過來去否定自己之前的愉快 幸福的感覺 然後就開始覺得很羞憤 大概那個階段就是這三個階段 大概都不出這個範圍 那我們說怎麼樣去預防 孩子為什麼之所以是孩子 他就是因為他沒有碰過這樣的事情 孩子就是他人生 可能第一次碰到這樣的事情 他沒有經驗 他不會處理 為什麼我們要立法來保護孩子 因為他不會處理他沒有經驗 所以我們要保護他 那怎麼辦呢 你說真的很難叫叫家裡的青少年 這種情竇初開的年紀的男生女生說 你不可以怎樣 你不可以怎樣 那他們人生第一次碰到 哇怦然心動的感覺 你叫他怎麼禁止 那誰應該來處理這個事情 就是那些老師 那些老師你是成年人 你也有足夠的經驗 你應該要把持住你的奮計 學生對你崇拜是必然的 沒有什麼好驕傲跟沒有什麼好珍惜 沒有什麼好覺得 哇我好厲害 不能夠利用這樣的崇拜 然後就覺得說我可以引導他 或者沒有我沒有引導我只是順從他的誘惑 然後就去跟他發生 老師一定要在這件事情上把持住 像我們的童年 我們的青少女時代 我們那時候的老師也是很手奮計 他覺得不敢沾這樣的事情 那我們學生也是 哇暗戀老師 每個人都暗戀過老師 但是頂多就是在背後講一講 然後討論這樣子而已 那可能因為社會風氣的那個變成很很開放 所以變成說學生的老師彼此都開放了 就很容易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所以其實這個你要怎麼去禁止他呢 真的只有在老師這個成年人身上 你自己要那個道德的奮計 那我覺得這個事件 最大最大令人遺憾的地方是大人的處理 不管是值得尊敬的師長 可以依靠的父母 或是家長 長輩 在這樣事情發生的時候 長輩或家裡 大概就有三種典型反應 第一種就是說比較好的 會說事情已經發生 好不好 你的人生還這麼長 我們來看看怎麼樣去檢討 以後你的人生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 這樣子創傷可能是最少的 第二種典型是 都是對方的錯嘛 老師怎麼可以這樣 走 我們去告他 我帶你去跟他理論 有沒有也有這種衝動型的家長 我們就去告他 我們去找他理論 打死他這樣子 對 這是就是好像他是仇恨的 那第三種其實才是最糟最糟的反應 跟處理態度就是說 反而罵受害人 你們兩個都有錯 兩邊都罵 罵完了然後呢 我們把他蓋下來 我們不要讓別人知道 這個事情蓋下來 不要讓別人知道 這樣子就不會丟臉 然後讓這個事情過去 你們都有錯 你們是犯錯的人 所以你們要安靜 你們不能夠伸張 其實我必須說這個悲劇 為什麼為什麼這麼多年 這麼多案件發生 為什麼這次受到這麼大矚目 因為他死見嘛 為什麼發生這樣的悲劇 我想我必須說最大關鍵是 可能他所深受的環境 給他的方式是第三種 你就壓下來 你也有錯 你也有錯 你們都錯了 我們也知道過程中 他們有去談判 有帶著小孩子去跟老師談判過 然後聽說那個師母 還有一些激烈的反應 好大家都有錯 好蓋下來 只要蓋下來蓋得住嗎 這個創傷 雖然人生第一次創傷 那是蓋不住的 最糟的就是蓋下來這件事 他沒有處理 他只是把他掩蓋 我覺得這個是家裡的環境 就是他的支持系統 一定要注意的地方 這就是我們遇到一個很大的困難 是說你如果期待法律解決所有的問題 那是一個錯誤的期待 你無法讓法律管到人們的情感 愛慾 家庭生活 那接下來怎麼辦 當然昨天難檢不起訴 這件事情一定對很多人造成很大的挫折 可是那怎麼辦 在林一涵事件之後 立法院也做了一些 狼事條款的一些立法 夠不夠 那難道我們要禁止所有的師生列嗎 因為權力的不對等 所以我們必須嚴格立法禁止老師跟學生之間的情感 以至於性行為嗎 我們來看看 在林一涵事件之後 立法院通過了第一個五月二十六號修正通過補習跟進修教育法 說就是誠心 什麼誠心 就是說你不能用那個花名 藝名 假名 補習班負責人 教職員工通通又真名 再來如果你是外國老師呢 你要有良名證 然後你在申請立案的時候 你所有教職員名冊 還有相關的刑事記錄 全部都要附上來 然後如果你補習班知道說 有性侵性騷的情形要馬上通報 然後六月二十九也修訂了公立學校教職員 退休之前補序條例說 教職員在職期間 其實就是很多學校要去那個 就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 出事說不然你快退休 退休反正你還可以領很多錢 可是立法通過說 如果你在職期間涉及性侵事件 然後你先退休了 以後呢 如果判刑確定 退休金全部拿回來 但是我們想問的是說 土法不至於自行 你要求狼師要有道德無異於 叫做與虎謀皮 有沒有辦法 難道真的要立法限制施生令嗎 我們再來看看 林毅涵事件 到底那個代價跟慘痛教訓是誰 這是一個關於被幼症的故事 他是一個關於愛上了幼症犯的故事 捧著書仔細與讀者分享寫作心得 這是已故作家林毅涵生前參與講座的身影 今年四月他在住處子役身亡 原本被外界認定是憂鬱症導致 不料他的雙親透過出版社發表聲明 點出女兒是遭補教名師右肩 走不出陰影才發生悲劇 社會開始激烈討論林毅涵的死因 並肉搜補教老師成心可能涉案 台南地檢署四月底開啟偵辦 而林毅涵在書中批判的身學主義現象 以及情感教育貧乏的問題 也被認為是將他推往絕路的原因之一 包括在女作家事件裡面 我們也都看到他不是沒有嘗試要求助過 事實上他是嘗試要求助的 只是他也害怕 所以他用了非常多迂迴的方式 但是我們會看到是社會的 包括他就是周圍的人 給他的都說是你自己有問題吧 林毅涵情深案也引發各界關注補習班管理問題 不僅台南市全面積查補習班 要求提供良明證教師名冊 立法院也大動作檢討補教制度 修法要求補習班老師執行業務或招生宣傳 都要用真實姓名 其實招牌他只是他的品牌 那不代表說是這個老師在授課 但是在他相關的宣傳 比如說他的宣傳單上面 以及他的這個課表上面 那必須要充分去揭露這個老師的真實姓名 一個年輕女作家之死 在社會引發熱烈的討論與後續效應 婦女團體希望 作家筆下房思琦的遭遇 透過更多性教育和情感教育 能設法來避免 所以委員我們現在的問題是 法要再定得更嚴 完全限制私生鏈這個行為吧 我想你在怎麼演 也沒有辦法去解決 其實最重要的其實是 怎麼樣讓這種事情不會再發生 那這個不會再發生一個非常重要 其實就像剛剛所講的 你這個就是 就是學生受害者 他的這個所怎麼樣 empower受害者 那這個非常重要的 其實就是情感教育 跟性教育 那這個在我們的性別平等教育法裡面 其實已經早就規定了 已經性別平等教育法 在兩千零四年 其實已經通過十幾年了 那但是我們會看到說 在校園裡面這兩塊 仍然是非常的缺少 其實在校園裡面在教的 仍然是說 你遇到性侵害性騷擾的 這個整個申訴的流程 什麼等等 所以在這裡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 當你的這個情鬥觸開 你遇到當 因為你遇到異性 你一定會有一些仰慕 會有一些傾訴等等 那你對你的情感 對不對 這一塊你怎麼樣去處理 所以情感教育非常重要 另外一個性教育 就是說你對於自己 自己身體的一個認識 然後呢 你對於這個你的怎麼樣去 就是說 當對方有這些動作 就像剛剛這個律師所講的 你會用尿噸 你能夠用尿噸 表示你有那個能力 你有那個能量 知道說在這個時機 我要趕快離開 有的人他會在那個時機 他會想說 我是不是想得太多了 對不對 這個老師在平常 對不對 這麼的一表人才 是我們所有仰慕的對象 今天老師 他要我來唱卡拉OK 結果是其他同學沒有來 可能因為他誰都有事情 剛好湊巧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是說我們一直在講說 怎麼樣保護自己 就是第一個 你要先 就相信你的直覺 通常第一個直覺 覺得不對勁 可是第二個你的反應 會覺得說 是不是我誤會老師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說他沒有馬上尿噸 接著事情可能就發生了 所以在這時候就是說 你你能尿噸表示你有那個能量 而且你的相信你的直覺 所以你能夠脫困 是 可是我們在處理很多性侵害的案件 就是他在那個當而 他就是沒有那個能量能夠產生 就像說 好我今天對一個老師 是非常崇拜的 今天剛剛講說 是裡面我雀瓶中選的 今天老師對我 然後邀我去哪裡 我當然是聽的 結果老師對不對 他一定不會是馬上獻出 一個狼的樣子出來 他一定是表示我對你對不對 非常好 然後甜言蜜語的一直靠近你 然後慢慢的這些動作 當你發現不對的時候 你已經沒有能力脫身了 所以在這裡非常重要的就是 我們的性教育 必須要讓你知道 什麼是真正的愛 什麼是他在佔你的便宜 那這些的東西 還有你自己的這些的 你的身體 你自己對身體的一個認識 所以在這裡就是說 我們不能夠在這一次 因為同婚的案件 所以有些家長一直在反對說 學校要把性教育退出校園 性別教育退出校園 性別教育退出校園 我覺得說這是一個非常錯誤的想法 而且說實在的 在林以涵的這一本就是房思琦的這個 這個初戀樂園裡面 他有提到一段 就是說有一天早上他在抹麵包 然後跟媽媽講說 媽媽我們家裡好像什麼教育都有 但是好像只有缺少性教育 媽媽跟他講 性教育不是需要的人才需要的嗎 所以呢他就知道說 所以從此父母會在這個領域裡面缺席 所以我們教育的問題 從來不是太早 而是太晚 沒有錯 因為父母都一直認為說 對 他會覺得說 孩子是處在一個無性的 純淨的空間 他根本不知道說 你現在的孩子是暴露在 無處 無處 隨處到處都有這種性侵的 這種危險的情境裡面 可是所有的家長都覺得說 孩子這麼小 不應該讓他去接觸 他應該永遠保持純潔 所以在這個黃思琦的那本書裡面 特別提到 當然這是他的小說寫法 可是裡面也不如替我們警醒的 結果這個老師他在挑的 他不會去挑那些鬼精靈的學生 他去挑的是那些成績很好 而且非常有道德感 然後遇到事情 他絕對他會先自責 他不敢去對外講 因為面子問題 所以這些人是最好下手的 所以黃思琦就是成績非常好 非常愛面子 而且這就是說 這個非常至尊非常強的人 當他遇到事情的時候 他絕對絕對不會對任何人講 因為他要面子 面子是他活下去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那姚老師我請教了 剛剛委員談到 所以很重要很重要 就是情感教育 以及性教育這一塊 所以不管是小學 國中高中甚至是大學 到底什麼叫做情感教育 什麼叫性教育 難道我們要請老師開一堂課 說如何預防狼師嗎 什麼叫做情感教育 在學校 其實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並不可能說沒有 只不過我們現在台灣的環境是 我們在上正式的情感教育的時候 我們卻不敢去正視人的一個情感的議題 我們在談性教育的時候 我們又禁止讓孩子你不可以 因為性教育裡面避免懷孕 或是避免所謂任何麻煩 就是你不要發生性行為 所以我們的作為 我們教育的內容 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當你告訴孩子是說 其實性教育 為什麼我們不要談 因為這些都是有需要的人 你只要不要發生性行為 你怎麼會有性 你怎麼會有性教育呢 所以我們教了什麼 我們教了一個錯誤 為什麼 因為其實整個一個華人文化好了 或是說中國文化好了 我們對於所謂的女性 其實跟性的議題最好是抽離的 我們禁止我們去談 因為我們談了 這代表很多污名在裡面 所以我們醜化了性 然後我們告訴別人 我們是不可以有任何情慾的 所以當你有情感 然後你有這樣需求 你有想法的時候 我們趕快把你嘴巴污上 因為這樣要避免 你會影響別人 或是你會引誘犯罪 所以當你今天告訴你恐嚇所有女人 都不要發生任何事情的時候 以避免發生強暴事件 那這種論述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不敢講 可是真的我生命當中 我遇到這種事情 我第一個想到的是我被醜化了 你看我就是媽媽講的 我就是老師所說的那個壞女人 所以我今天我會發生這種事情 當我一旦連結之後 我哪敢告訴別人 我今天背後 其實我的悲情在哪裡 因為唯有自己要怎麼樣自責 你就是不好 所以我們的學校裡面 性教育跟情感教育 我們往往都是用恐嚇的方法 在教我們的孩子 所以孩子他沒有出口 他不敢跟他的父母說實話 不敢跟老師說實話 那我們現在很多 我們都阻止性教育 因為我們就害怕小孩子 不應該太早 可是最近有一個研究調查 我們有男生十二歲以下的男童 百分之六曾經發生過性行為 如果按照我們的法律裡面 他已經所謂的一個叫做準強制性交的罪行 所以你看為什麼孩子這麼小 有百分之六十二歲以下的男童 發生性行為這件事情 我們難道不用去關心嗎 有這樣的性行為 難道沒有對象嗎 我們的性教育是把眼睛蒙起來的教育 對 恐嚇教育 恐嚇教育 就是恐嚇教育 反正你不需要 所以也不太需要學 也不太需要說 如果狼獅對你伸狼手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 然後也不太需要說 如果遇到壞人 性侵害防治教育裡面 其實我們有教的 我們很想我們幼稚園的時候 都告訴他如何自我身體的保護 但是沒有講說迷迷懂懂那種 因為接觸的手段方法 其實你只告訴孩子你要保護自己 你保護自己 所以我們都是因為沒有保護自己 導致自己會發生性侵害行為 所以孩子第一個想到是智責 可是老實講 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沒有去真的實際上了解 現在年輕人他們的接觸是如何 所以問題發生在哪裡 清楚了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恐怕 他不是在法律面 而是在教育面 應該說法律面當然很重要 的確他是一個很重要的防線 但是呢根本的解決之道 我們很多事情是發生了 才能想到死法 但是可以更早是讓這些孩子 知道如何面對這些事情 長出面對這些事情 他要怎麼處理的能力 那就像剛剛姚主任說 我們常常一旦發生了 這些孩子最常的就被先被責備 說都是你不懂得保護自己 都是你不檢點 所以他有時候一旦發生事情 他反而第一個就是 我不能講出去 這樣子反而讓加害者 更為所欲為下去 所以我覺得 我們為什麼現在一直在支持 希望學校要進行性教育 跟性別平等的教育 也就是很多孩子 他其實也不了解 這樣的跟人之間的情感 跟親密的互動 可能他知道的來源是電視劇 或者其他的網路的 他反而沒有一個正確的觀念 了解在這個過程中 如何去學習跟人互動 跟人家發展親密的關係 甚至在身體的界線跟接觸 他要注意到什麼事情 這個我們是希望 他能夠長出這樣的能力 他才能夠回應這些外界 對他的所有的善意的 或是不善意的 他要如何的去跟他因應 甚至如果發生了 他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保護自己 能夠在後面的階段 可以得到比較多的正義跟公道 我覺得這是我們整體上來說 我們教育一直還是不足夠 而且甚至非常多的人認為 孩子需要保持純潔 保持五思 但最大的問題是 我們保護越多的時候 我們越把更多保護自己的責任 放在孩子的身上 反而更不利他們的發展 不過我們來看看兩張圖卡 就可以凸顯出 我們現在遇到的困境 這個是衛福部統計處 跟立心基金會所提供的資料 從一百零二年一直到一百零六年的 有關於私生之間關係的性侵害案件 鎖定在私生關係以及性侵害 那所謂的那種模糊不清的 就不在這個統計 一百零二年兩百八十五件 一百零三年兩百七十一件 每年大概都是兩百多件 一百零五年少一點點一百六十一件 平均一年呢 大概有四十名到五十名的老師 因為性侵性騷被革職解聘 我必須強調的是說 大部分學校呢 不會那麼積極地處理這些事情 所以這恐怕也只是冰山一角 那我們來看看其他的這些情形 各國都知道私生戀是一個大問題 但也都知道很難去杜絕 所以有些做法 在臺灣呢 有校園性侵害防治準則呢 第七條說不得有為專業倫理關係 可是就只是道德上的規範 萬一發生了愛情 甚至進一步發生性關係 怎麼辦 你就得是走法律的途徑 或者是說學校性貧會要啟動 美國呢 有些大學像是哈佛伯克萊密西根耶魯呢 是明文禁止師生戀 那當然如果說你愉悅的話 他就可能在教職上會有一些問題 英國呢 很多間大學也做出規定 如果老師跟學生相戀的話 要報備 以免老師尋師或性騷學生 日本是很嚴格的啦 那根本沒辦法在教師系統裡面生存 那譬如說九三年有一個教授呢 就被迫持續教職 就跑到廟裡面去修行了 中國也是明定高校教師呢 有叫紅七條 那嚴禁對學生實施性騷 或是對學生發生不正當的關係 回到一個重點 如何避免那種師生激戀 不管是利用權勢或是利用學生的那種懵懂無知 我們要完全明文禁止嗎 請主任 我覺得還是要看狀況是說 我們的禁止是放在 他如何在這兩者的地位跟權力關係上去衡量 因為如果說他真的有影響 在學習跟在他這個生活脈絡 或學習環境上是有影響的 那麼我們就會覺得 他的確還是在利用他的地位 跟他的優勢跟他的資源 去對這個孩子比他年幼很小的人 去進行這樣的一個利用 那麼我們會覺得 至少在很多的法律規範上 我們認為這是不妥當的 不論是刑法或者是在校園的性別平等教育法 我們都認為這是不妥當 但是這個線是不是要全然的禁止 那我們會發現說 就像我們剛剛講到 其實有些如果他已經離開了這個關係 就是學校之間的學習 老師退休了 學生畢業了 那相對來說 我們會認為這樣的評價 也許並不需要管這麼多 因為我們法律要能夠介入的事情 一定需要有管理跟介入的可能性 但是很重要的是 我們為什麼要立出這樣的規則 就是因為我們要禁止一個有優勢跟資源多的這一方 去利用這個關係 去影響對方的意願 蘇律師 法律可以做到什麼 法律其實我們可以簡單來看 法律 我們要講法律 其實我們簡單來分有三種 民事的法律 就是賠償的問題 剛還有剛剛我們討論的刑事 他不是坐牢的問題 那第三個他剛剛討論到 學校跟老師之間的管制的問題 所以他管制好的老師 他就是一個行政問題 所以其實剛剛我們看到的部分 大致上從管制的角度 左手 學校行政的方式 管制你 你不能跟那個學生發生什麼關係 不能跟學生發生不人類 等等 都用管制角度 所以他的程度 就沒有辦法提升到 像剛剛我們討論 是不是趁利用權勢 利用機會信交 要讓那個人坐牢 他會變成有一個行政管制角度 就好像說我們開車有沒有 超速發單 類似像這個概念 他是一個行政的概念 就做處理 所以我們可以提升行政的管制措施 所以包含剛剛我們都提到過 如果今天補習班等等 要用證明 都是用行政管制措施 但是我提出下面幾點 來供大家參考 其實兩點需要做思考 我發現其實真正能夠破案的部分 都是家長或者說今天這個被害者 跟家長都是有溝通 好的溝通關係 發生什麼事情 他會溝通 當一發生第一次被發生溝通的時候 家長不對了 他會覺得不對 會告訴你 會跟他 會互相溝通 你當時沒有反抗 是什麼因素 是我嚇呆了 嚇呆也許就是一個 就不一定是合意 可能是強迫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 模糊界線 如果家長可以告訴你 其實你不用慌張 家長好的溝通 他可以支持這個人 是 會往好的方向走 所以不見得會變成說 只要我沒有抗拒 就是同意 不一定這樣 發生事情 不要罵孩子 不要罵孩子 讓孩子盡量講 好 我知道我同理 第二個 不要怕找專業人士 包含律師 不要找律師 包含家長說 不要碰到律師 看了律師都沒準備好事 不是 有時候當發生這個事情 有時候你甚至要 我到底這樣後面的法律程序 怎麼樣 你是不是應該問一下專業律師 不然就是專業律師 至少學校的輔導師 至少學校輔導師 或者說今天我們 有時候你可以用113 甚至用113都可以 你打113都很有用 你不敢打110打113 我發現這個狀況 113都還會跟你講 有一些專業知識告訴你 113不是家暴 沒關係 都可以 中心心看都可以用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以為113不好用 113超好用 所以你不曉得 因為他會怕說110 直接到警察報案了 我就用113 你看113都這麼講 我們就去做一些程序 去保護這個小孩子 所以我們我們這樣常鼓勵 像國外美國 為什麼訴訟 他會訴訟很多 但也就是因為訴訟多 他就會有個嚇阻作用 你看今天有人出來 站出來了 就算是沒有成功 或者對那個 其實他會害怕 因為有人會一直冒出來 大原則就是 站在小孩子那邊 對 成為他的支持力量 再來是說不要去指責他 不要指責他 然後不要有所謂的家醜 不要外揚 這個錯誤觀念 而且要懂得運用法律 不要怕法律 因為法治國家 一定要懂得運用法律 易堯你的建議呢 其實在情感教育這一塊 我有一個非常非常 要強調的建議 就是說他認為我好 不代表他好 因為在幾乎所有的 所謂的右肩案件裡面 都是怎麼開始的 哇 他說我多麼多麼好 多麼的不可多得 多麼的令人無法抗拒 就飛起來了 哇 我有這麼好嗎 我從來不曉得我有這麼好 所以我就愛上他了 甚至成年以後的人 也是有這種問題 我常常會有些朋友 會問我說 那個就是他練習版 多壞多好 我說這麼糟糕的人 你怎麼會當初 會跟他在一起 通常答案是什麼 你就不曉得當初 他追我的時候 哇 他有多浪漫 有多好多好 所以很多很多女人 都是因為對方 對我多好多好 怎麼追求我熱烈的程度 所以我才愛上他 但是我希望強調的 不管跟青少年青少女 或者是大人都一樣 你一定要認清一件事情 他說我多好多好 不代表他就很好 譬如說林一涵的事情 如果說這個老師說 他多好多好多美好 好 他冷靜下來想說 好 我是很好沒有錯 但是你呢 那你是一個不負責任 不管老婆的悲傷 來跟我 誘惑我的一個老師 那他就不好 那所以在性教育這一塊 我的強調的建議是說 愛不等於性 性不等於愛 我們當然都知道 但小孩子不知道 通常就說你愛我 那你就要給我 以上節目可在公視網站 家妻服務影音網 隨選觀看七天 好節目不錯過 公視家妻 讓精采繼續 阿春啊 阿春啊 你四處 不然做美人那麼多 阿朱啊 美人多吃什麼 我在裡面飾演的其實是 自傳裡面沒有的一個人物 叫做阿春 然後這個阿春 她是一個非常鄉下的女孩 我叫做臨村啦 其實有點土 阿春喔 是那個過年 到底在那裡村啦 然後甚至不會講國語 我主要抓到她的角色的重點 就是堅毅跟生存 阿 你準備做什麼 老公娘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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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就是一個 需要生存下去的 她為了要活下去 她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然後我們在戲中 一開始從 真的... 那是〈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